为了做好校园防灾网络的建制工作 教育局表示将针对学生进行一连串的知识教导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学生把这样的知识带到家庭 进而影响社会一起做好这项的任务工作 卫史教育部补助防灾校园建制机有学校防灾教育经验传承 教育部在日前与新北市政府六楼大礼堂举办 103年度防灾校园网络建制还有实验计划机有学校大会师 并且以摊位展示以及现场互动的方式展现计划成果 促进各校彼此交流还有回馈 我们从100年开始推动防灾校园网络建制跟实验的计划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更深化到 而且补及到所有的各个学校 而且能够透过这些经验的一些交流 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办理基优学校的大会师的一个活动 在整个大会师活动里面 当然我们就会去评选出一些基优的学校来给予一些奖励 同时也透过这样的会师 大家可以互相的观摩各个学校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 教育部指出 由学校领头学生将防灾知识带入家庭 从家庭进而影响社区 带动全体社会防灾态度还有技能的建立 新北市政府在整个防灾教育永续校园的这一方面 他们过去做了相当相当多的努力 也成为各个县市的一些典范 我们可以看到各县市都慢慢对整个防灾教育 还有永续校园的建制 投入了更多更多的一些心力 我相信这个计划未来对台湾整个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家园 安全的校园会有很大很大的注意 教育部表示 未来将整合防灾还有气候变迁议题 扩大精进作为 强化并扩展防灾校园建制 培养整备及紧急应变能力 有效提升防灾的素养 让社会抗灾软实力得以发扬茁壮 记者新北市采访报道